在网络上发布视频以来 收到看到了很多讯息 很多都是特别悲伤的故事 最近尤其多 朋友们对不起 太多时候 看到了 但我却终究没有办法 给予恰如其分的呼应 甚至只是回应 你们如此的信任 而我却只能如此残忍的冷漠 我非常的愧疚和自责 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回复 而是因为无力回复 不知道该如何做到得体的回复 才能让你们不失望 所以经常不回复 或者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信任对方 把自己最隐匿 最悲伤的故事倾诉给对方 但对方看起来却如此冷漠 这是我不能想象的残忍 尤其对于那些正在经历悲苦 需要温暖 需要被感同身受的人 更是如此 我不希望那样残忍的事情 是我所为 谁者和自己站边 我不做心理学研究 更不是什么心理治疗师 甚至是个需要心理治疗和抚慰的人 我没有那个能力承载那么多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太敏感 太脆弱 以至于只是看到听到 都足以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 但这个就是我物理的平庸 你们的信任让我荣幸 但我终究没有能力回报这份信任 也并不是每一份信任 都有妥当的形式可以回报 如果回报了 可能我手中那杯善意的温水 便刹那间化为断肠毒酒 请原谅我的力不能及 对不起 之前视频中我续到了很多大道理 可能根本上都谈不上道理 无非是逻辑牵强的自我安慰罢了 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勉强讲得通的理由 来让自己平静罢了 并不是基于足够深刻的专业知识 和强大的心灵 我自己遇到事情 尚且胶着茫然 不知所措 甚至也处理得乱七八糟 又哪有能力帮助别人呢 可能是最近悲苦揪心的故事听得太多 连着几天时间里都噩梦连连 此刻是凌晨四点多 是我刚被极端内容的噩梦惊醒后不久 前天晚上也是被两个噩梦惊醒 其中一次惊醒 也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都是涉及生死的极端内容 残忍到我不忍心付出出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高频率地做过噩梦 尤其如此极端的噩梦 那些与我们偶然相遇的朋友 我本来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有人可以感同身受 有人听了你们的故事 感到发自心底的悲伤和难过 但是请原谅 似乎只能表达悲伤和难过 充其量再有一些温暖的直言片语 但无法有所作为 也无力为你们弥补人生的缺憾 甚至只是在言语上表达温暖 也需要极其克制和含糊 但太多时候也只能如此 有些事情超出了我的想象 超出了我的语气 我驾驭不了 那些本以为我可以聆听 可以依靠 可以信任的朋友 对不起我当逃兵 请原谅我的懦弱 请原谅我的无力周全 但是请相信 太多始终未曾说出口的千言万语 真的存在 我爱你们